靈魂落敗 堂擺大肌囊 我的名字是張志穎 我是一名傳說對決職業選手 大概是在我國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也有電競比賽 我就是非常喜歡看 然後我有時候看著看著 也會覺得說 我有辦法當那個選手 就是覺得自己的私利也到 想要去嘗試看看 不過那個時候 我有問過我的家人就是說 我能不能去當選手 可是那時候家人是反對的 但家人反對我之後 我始終沒有放棄職業選手這個夢想 直到我大學的時候 遇到了傳說對決 在高英大念書的時候 在網路上看到了職業選手的徵選 那我就直接瞞著家人 衝上台北去做海選的部分 那時候就是進入了HKA的面試 他是當天就跟我說 可以直接簽合約 然後他覺得我很適合當職業選手 然後我也是瞞著我爸媽 就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 我就直接簽下了這份合約 因為我覺得如果回去告訴家人的話 他們一定會極力反對我 然後我反而當不了選手 那我當家就覺得我直接瞞著他們 然後直接簽下了這份合約 然後直接告訴他們我想要當選手 那我就很感恩 Garena就真的很用心去搞一個職業聯賽 就開除了GCS 那我也當然要全力支持 推動電子競技 就有一個海選 我邀請了全部遊戲裡面 我覺得厲害的高手 就過來去做一個選拔 然後去Garena Office 再看一個戰隊班主的護儀 之後就有一班選手 然後有能力的選手 就過來再談合約 然後EASY就立刻衝過來 簽啊 哇 合約很長啊 OK啊 好啊 其他人EASY就這樣衝過來 簽完還是很害怕 因為一想到家人不開心的樣子 就覺得很害怕 尤其是我老爸 他是最反對的 他說以後也不會去照顧我 因為他說我已經會賺錢 那就代表以後你可以好好照顧自己 他說這樣的話 那我聽完之後也覺得也蠻合理 因為是我自己去決定做這件事情的 現在小孩子你也不知道未來是幹什麼 未來是怎樣 所以你也不用 你擔心也沒有用 也沒有說很支持啊 反正你愛怎樣 你就去怎樣 你要對自己負責 然後後面的話就進入了HKA 那時候選手超級多 大概有十一十二個吧 基本上就是要競爭那個 先發選手的部分 讚嗎 你都跳了進來沒有說 我們一開始很順利的贏下了J-Team吧 最後一戰是對上的ST 那時候我也覺得我們該贏了 然後那時候的魔龍戰是非常的決定勝負 只要一個魔龍就可以決定你90%的勝率了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那時候我們拿下了順風 然後對方都沒有人來 我們就開啟了那條魔龍 後面有一個人玩愛里的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教練宮廷 他那時候就用三段位移 然後標一個我們的打野 做了短暫的控制 然後直接下了制裁 那條魔龍就直接掉了 直接宣布我們那場直接輸掉 結果他那個制裁就把我的門票給奪走了 我平常練習都是大概練得滿勤的吧 因為那時候也非常喜歡打排位 很想要爭奪全服第一名的稱號 可以一天練個十幾個小時都有吧 除了睡覺以外我都是不停的在排排位 然後直到第五季的時候 我遇到了現在的隊友 遇到他們之後 雖然我們一開始磨合的算不錯 不過就是因為比賽的時候 大家都還算是菜鳥 然後比較不敢打 所以才導致我們一開始 一開始在一起的第一季才會落敗 下一季的時候準備好狀態 心態也調整好了 就是比賽的時候比較敢打一點 那當然我們第二季就直接 勢如破竹的就直接打到了冠軍 就在那個時候 我算是我的手就已經有點不舒服了吧 因為前面練習時間太龐大 再加上我自己都沒有好好休息 就是也沒有重視這個問題 直到我拿到冠軍 其實我算是已經有嚴重的傷了 到了泰國吧 我的手算是已經到了極限了吧 那時候太嚴重了 就是我連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的手都在 都有點刺刺麻麻的 就會有點疼痛 那時候的我連小組賽 打的時候都必須得吃那個止痛藥 那後面的話也是四強 直敗於不予讓 都在點塔 雖然都在點塔 能夠守住嗎 The Man 哇這邊還是沒辦法了 還被做擊殺 這邊只能恭喜不予讓 在12分鐘55秒的時候 贏下了這場勝利 並且呢以4比1的姿態 贏下了這場bo 哇可惜了 沒想到 那算是我們 這一輩子的心魔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下一季 也是重新開始嘛 我們也是一路 打到了亞軍 拿到了國際賽門票 APL 在四強賽 算是蠻巧合的吧 又再度遇上了我們的 勁敵不予讓 本來以為可以 來個 復仇之路 但沒想到的是 我們 進來又被他 擋了下來 EZ復活出來了 這個男人 倒下來了 這邊就要 恭喜 不予讓 成功請進到了 明天的冠亞賽 這次AIC 我們居然又 這麼的有緣分 再度遇到了不予讓 沒想到第三次 還是再度被他們擊敗 真的感覺是 一個很 一個高牆擋在我們前面 永遠擊破不了 看能去分推了 哇 救命 救命的接場 小林要榮掉了 大絕開啟往後做撤退 之後呢 後抱怒怒的大絕 下了下來 送到兩名成員之後呢 再配上 守護銀鎖的做進攻 這邊HKA要倒光了 不予讓的話呢 射手還健在 差了往前做進攻 這一波的話呢 恭喜不予讓 3比1的成績 拿下了 繼續留在國際賽事的資格 也可惜了 HKA這一次 國際賽的話呢 就在此吃負了 自贏的輸贏 我是都在 A5B看到的 因為其實他那個 我也看不懂啊 我很想看他 是看不懂啊 後來就想說 看他結果就好了 有沒有贏 這樣就可以了 我看他回來 都有在做復健 他來做復健 如果你擔心他會講說 媽媽你不用擔心 我自己會照顧好自己的 所以我就很放心了 這樣子 很麻很痛啊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想 是希望可以好轉 我是希望這樣 剛剛這麼 吃了那麼多針 那麼痛苦 是希望他能好一些 雖然每一次世界賽 都被Buy Run給搬到 然後再加上 我現在也有守的傷勢 但是這些困難 都無法敵敗我 想拿到世界冠軍的夢想 我還是會繼續走在 職業選手這條路上 繼續完成我的夢想 我是HKA的中路毅力 這就是我的故事 來個發page Ca Thủy Linh Quân và Subscribe kênh Linh Quân Mobile Esports Garena để cập nhật những tin tức mới nhất và những trận đấu Esports đỉnh cao